大家好 又是一周 上一周的我们议会休会 这一周又重新开始 那么在过去十几天里面 我还参加了很多活动 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跟文化相关 当然还是延续我们新中建交四十周年 应该说 新中建交四十周年有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在上个星期天 我们这个新西兰团体联合会 中国团体联合会 加上其他一些团体 共同举办了个大型的 庆祝新中建交四十周年的晚宴 那么总理也出席 我们的民族事务部长 也出席还有大概十一二位 国家党的议员以及其他党的 一些议员也在里面 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活动 因为在之前有很多收藏也搞了活动 但这次规模更大一些 这个活动之后呢 参加了其他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比如说在Bruce Mason Center 我们参加了一个李健康画家的画展 以及他的学生的一些画展 他来新西兰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大概十几年吧 然后呢这个也就有很多学生 这学生里面有不少是这个 Kiwi 就是洋人的孩子 他们呢也学习中国话 学习他的一些中国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呢 像这种活动呢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华电视网 他跟这个香港的TVB 那么跟同举办这个中华小姐大赛 也在这个最近落下了帷幕 这个活动呢也去观看 就是中华人社团 这种活动是很多的 这里面当然也是跟这个 华人社团的壮大 他人数增加 以及这个媒体的发展 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在这些里面呢我想 你能发现这个 华人落到新西兰之后 会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寂寞 我记得我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呢 应该是那个时候呢 实在是这个华文媒体比较少 这个应该如果说是不懂中文的话 不懂英文的话会比较困难 生活比较困难 就是说你感到比较寂寞 但现在事实上是华人社团那么大 他的媒体不管是这个报纸 还是电视电台 以及这个网站 都是非常的这个发达 所以我希望呢 这个我们华人 来了新西兰之后 能发现你的信息量会很多 你会感觉到有很多渠道 了解新西兰 当然呢 并不是说你不要学习英语 我认为还是要努力学习英语 因为毕竟是从中文起到 得到的东西还是有限间接 同时呢 你也不能直接跟主流社会去沟通 再做这个缺陷 所以呢 我还是鼓励大家 一方面呢 是华人媒体跟提供很多信息 另一方面呢 你要同时自己努力去学习英文 这样去努力跟主流社会进行沟通 我想这是今后你们会发现很有用的 另外就向大家汇报的就是呢 我呢 下周呢就要去中国去参加这个观看 新西兰跟中国国家球队的友谊赛 因为以前我讲过 这个呢 我在里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文化体育交流 对增进两国关系 增加两国民间的交流了解 以及政府的这种关系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谢谢